大家好,欢迎来到美甲教室 我是欧老师 平常自己动手做指甲是不是觉得相当难 其实做指甲真的很简单 今天欧老师要教大家一款晕染指甲 这一款呢,个性的晕染指甲 不论是亮面或者是雾面 都相当的有个性美 而且相当的漂亮 只要你会运用 那基本上加上了贴纸 其实就像现在这个款式一样哦 那上面呢,就是我今天会使用到的雾面上层 还有笔,还有各式的颜色 那如果你喜欢的色胶颜色呢 也可以选择三个颜色 但是记得一定要有一个主色系哦 不管你是蓝色,或者是红色 或者是绿色,或者是黄色 要选择一个主色调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吧 那这一次的迪色呢 欧老师是选择有像螺服弓墙壁的这种质感 我们称为螺服胶 那因为它比较硬 所以我选择的是五号的笔 然后比较短毛的 它在做的时候 你必须要把它拍打 用拍打方式 然后搅匀 它会越来越柔软 然后取起一些我们的螺服胶 然后也以旋转的方式 从指缘边往下涂抹 然后拉下来 要走S式的拉法 就是边做 然后边旋转 一直到它柔软 那这种胶的特性很特别哦 你只要越旋转 它会越柔软 越有弹性 然后越好刷 所以像这样子 我们轻轻的多刷几回 那因为本来就是要它 有这样子粗糙的感觉 所以就算是不均匀 也是没有关系的哦 像现在这样 那每一次在涂刷的时候 我们将多余的胶往下带 带下来了之后呢 将胶再放回罐子里 然后记得清笔之后 再一次的涂刷 像这样有颗粒的质感 那你不要忘记 旁边的部分 你要稍稍的把它清掉 免得摸起来会刺刺的哦 那如果觉得OK了 我们就进行照灯固化 30秒的动作 像这样子就完成了 我们就先放在旁边 那这时候呢 欧老师拿起19号 41号 还有243号 还有42号 有蓝色的紫色格 跟桃红色的 颜色你可以随自己喜欢而定哦 那大概就是三色或四色 那这时候准备凝胶清洁剂 放在我们的杯中 准备 然后现在我要拿起我的比较小支的 椭圆笔 那我用的是二号笔 首先呢 我先将19号所有的胶 先挖在我的调色板上 然后把笔清洁干净了之后 我再拿起41号 量都几少几少就够了 那我们再把笔清洁 依序现在是42号 生蓝色 比较蓝一点点 那刚刚是比较有点绿色的 那接下来呢 拿出我们243号的桃红色 那我们所有选的颜色 必须要有一个主色 所以桃色是我的主色系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沾抹我的凝胶清洁剂 第一次就先从对角 从右边的对角 然后依序的点上 点到左边的下角之后呢 将笔清洁干净 再上一次凝清 然后再一次的再点上 那现在呢 我们又用了凝清 把笔清干净之后 用凝胶清洁剂 把蓝色的调匀 调稀释了之后 挨在我们的桃红色的旁边 有点交叉的感觉 那你有看到桃红色 如果跟蓝色碰在一起 就会有点紫色了 那之后凝清 把笔清干净了之后 再用下一个颜色的蓝色 41号的蓝呢 去做一个西式 然后拍打在旁边 之后呢 我们依序 将我们19号的紫色呢 也一样 先第一次的晕染 然后呢 拍打在我们的边上 然后我们做二次的西式 将我们旁边呢 稍微的界线呢 把它分开 那像这样子 看起来就会比较朦胧一些了 就让它拓开就可以了 不需要在同一个地方 一直拍打 那像这样 我们再提一点桃红色的色彩 提升我们的彩度 像这样子 觉得还不错 对吗 我们就可以进行照灯固化咯 这样子我们照灯 30秒的时间 那这时候拿起我们11号笔 它的笔尖呢 毛比较少 所以它可以做出 泼墨式的感觉 就很像那个油漆 刷在那个墙壁上 它不会相当的均匀 那我们就要制造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拿起我们的Pony 4号黑色的 那轻轻的 在笔尖沾少许之后 对角的刷下去 那在刷的这条线头呢 另外第二条线 做不规则的交叉 这样看起来的美感会比较有 像这样 沾超级的少许的量 轻轻的量要少 动手要轻 之后我们再把对角边缘的地方呢 稍微的把它拓宽一些 让它看起来不要很死板的一条线 轻轻的不需要再沾胶 然后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直接照灯固化咯 之后呢 我们再拿起我们的白色1号 一样要把笔清干净哦 然后笔尖沾少许的量 挨在我们黑色的旁边 大概按压三分之二处 然后也是轻轻的画过去 提升我们的彩度还有立体度 像这样也是在不规则的对角 挨在我们的黑色的旁边 然后呢 就进行交叉 画线 这个线没有画质没有关系 随便画也没有关系 像这样子的质感呢 就有点像那个我们的墙壁上 然后用油漆那个刷子稍微刷过去的感觉 对吗 像这样子 我照完灯之后 我们再涂抹一层底胶 把它包覆起来 然后进行照灯固化20秒 照完灯之后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跟包起来的感觉 还有就是刚刚没有包的感觉 有点不相同 如果你不喜欢包覆的话 那其实像刚刚那样也OK 就完毕了 那现在呢 因为我们要再往下走 所以呢 上完了底胶之后 进行除胶之后 拿起我们喜爱的贴纸 那我比较喜欢就是有文字的 就有英文字母的贴纸 然后贴在我们的交叉处的地方 那你在做贴纸的时候 记得一定要用镊子 而且一定要压平哦 由中间往左右压过去 轻轻的压过去 免得旁边呢 会翘起来 所以你一定要记得 一定要这样压 那我们的镊子 一定要拿比较尖的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的密合度 就会比较好 也许我们就是在 左上跟右下 再各贴两道的英文贴纸 像这样贴完了之后 一定要先看一下 它的各个四个脚 有没有翘起 空气有没有压出来 确定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在上一层底胶 全面的包覆住 然后进行照灯固化 30秒钟的时间 那我们再进行除胶的动作 那如果呢 你喜欢的是亮面质感的话呢 那您可以选择亮面上层 就会像刚刚现在 影片上面 这个亮亮的感觉一样 那欧老师想要示范的是 雾面上层 所以呢雾面质感就是 完全没有反光没有亮光的 那上一层雾面上层之后 这一层必须要照灯60秒钟 进行照灯固化之后 你有没有发现 亮面的质感 跟雾面的质感是不相同的 那我个人是很喜欢雾面的感觉 比较有个性感 那我把它放在我的手指头上 你看这样子的感觉 是不是很像一幅画 而且超级的有现代感 喜欢这样子的作品吗 那今天这一款 个性暈染指甲就交到这里了 喜爱请帮我点赞 按订阅哦 谢谢